人力部推出更多措施帮助客工对抗冠病疫情 包括一个新的手机应用程序 让客工自我监测健康情况 每天记录体温两次及时通报冠病相关症状 客工如果出现了症状 会有医生在半小时内提供远程看诊 人力部的网站也增添了新功能 让雇主查询客工的最新居住地点 住在宿舍以及从事建筑海事和加工业的工作准证 和S准证持有者 下周起也必须要使用合力追踪软件